以真正的智者,不会被抑制所累,更不会被言语所伤,而会始终保持内心的那份宁静,人的年纪越是增长,就越是需要一种温暖,需要生命年华中的浪漫,去平衡忙碌生活中的诸多压力,去获取更多与生活博弈的力量与勇气,去寻回生命中的天真和柔软。 三亿怒的人都很敏感,敏感的人都很好瞧,好强的人都很固执,固执的人都很单纯,单纯的人都很天真,天真的人都缺心眼,这才是真相,四人一辈子,你得信这一条,留得住的不需用力,留不住的不需费力,来去随缘,抢求不得。 五真正的修行不是逃离,不是躲避,而是欣然的面对,纯然的接受,接受此刻,你正在经历的一切好与坏,略与人为善,成就他人的同时不知不觉,也成就了自己,一己是人,众人是天,谋是在人,成是在天,奇迹得无需人鉴,行煞自有天之。 罢,人生,就是一步一步走,一点一点争,所有的事物,都要有一个过程,所有的经历,都是一种懂得,所有的过往,都是岁月的一种恩赐,落空深处,油温暖,世事沧桑也寻常,半盏清茶,观浮沉人生,一颗静心,看清凉世界。 有人的一生,只有5%是精彩的,也只有5%是痛苦的,另外90%是平淡的,人们往往被5%的精彩救护着,忍受着5%的痛苦,在90%的平淡中度过。 人生,很多时候,我们更需要做的就是闭上自己,愿意争辩的嘴,放下所谓高贵的自尊,承认自己曾经所犯的错误,下定决心努力去修正它,这并不代表放弃,而是收获了一份成长。 十一,把困难踩在脚下,你才会站得更高,生命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,人生往往只有经历各种艰难和折磨,才能真正增加生命的厚度,悟透生命的真谛,一个人的成长过程,恰似蝴蝶脱解的过程。 十三,在痛苦的挣扎中,一致得到锻炼,力量得到加强,心智得到提高,生命在痛苦中得到升华,十二,人生需一个人慢慢品味。 读懂周围身边串念的角色,反串角色不一定是不好的,他要一个正义的角色去配合它,念一出多姿多彩的风景话。 十三,拿得起,放得下,人生得失很正常,站得高,望得远。 十四,是飞跃莫怪怀,想得开,看得透,生活困惑自然开,而不去眷恋它所带来的快感。 十四,不纠结于现在,不忧郁于未来,一份好心情,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,人生有得有失,聪明的人懂得放弃与选择,幸福的人懂得牺牲与超越。 十五,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,当你痛苦时, 你要想这痛苦,也不是永恒的,时光把过去浓缩成记忆,你可以回首,但无法回转。 一切遇到的,绝别的,拥有的,失去的,都无可更改。 十六一生很短,不必追求太多,心房很小,不必装得太满,家不求奢华,只愿充满温馨,爱不求浪漫。 只愿一生相伴,人生,不求活得完美,但求活得实在,十七你我本无高低,若要分别,知足便是富人,平常就是高人,无心即是圣人,世界本来美好。 若要分别,心情就见极乐世界,心平就是康庄大道,心窄就愁崎岖不平。 十八,人生并不在于获取,更在于放得下,无论是繁华还是苍凉,看过的风景就不要太留恋,毕竟你不前行生活还要前行。 再大的伤痛,睡一觉就把他忘了,背着昨天追赶明天,会累坏了每一个当下,边走边忘,才能感受到每一个迎面而来的幸福。 十九,人的欲望是个奇怪的东西,很多时候,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,得到后却又很快失去性质,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,却又总在羡慕别人的手里,我们向往远方。 但远方又是另一些人厌倦的地方,或许,只有毕竟事实,才会明白,我们眼前拥有的,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,因为,远处是风景,近处的才是人生,而是不强求。 不忘取,贵在随缘,不欺天,不欺人,不欺己,人自存成所以自在,不怨天,不怨人,不怨己,知着随缘所以长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